晚上,和阿佑说起那处宅子,话如初还在叹气,你说得太客气了,何止是比齐家大,是大多了。 杨家曾经比齐家还崩溝,杨家的祖上官拜太师,半个朝廷的人都是他的绝尚。 皇帝容得下这样的臣子,文佑给他抿了抿病脚的头发,道。 杨太师很忠心,前面几代子孙都还算有出息,越往后越不争气,最后连家也都没能保住。 推挤即人,文佑想起了齐家,再这么下去,不用多久,齐家也会如杨家一样烂掉,抹去所有痕迹,担心齐家了。 文佑不想在如初面前有一点点隐瞒,微不可尽地点了点头,承认。 握着他的手摇了摇,话如初安慰他,有你有齐震,齐家不会成为第二个养家的。 要是祖父能放手让齐震视为,齐家还能有一线升级。 你要是实在不放心,你外人之前,我们想个法子帮齐震如愿就是。 怎么做? 话如初被他急切的态度逗得有些想笑,我也就是一直说得顺口了,厨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,不是还有好几个月吗?不急。 文佑确认了针。 你向来有主意,多想想。 我放心上了,会有法子的。 硬撑得太痛快,真正想的时候,话如初就恨自己嘴太快了,要让固执的老头放拳哪那么容易? 要是容易,他们夫妻和七家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 可答应阿佑的事,他又不想食言,话如初头疼的猛锤桌子。 啊,活该活该,就你嘴快,傻死了,蠢臂了。 云书一进来,就看到他这副癫狂模样,先是吓了一跳,旋即又放下心来。 小姐这样的状态,成亲后是没了,可成亲之前时不时是能见着的。 他完全不需要担心,您又再为什么是发愁了。 啊,你帮不上忙的事。 对了,你那边的事忙得怎么样了? 云书将手里的几页纸分成两份递过来。 您看看,弟子找有经验的婆子问过。 有这些就够了,不能拿您的作笔照。 话如初翻了翻,两份一样? 起案的是送聘,我的是嫁妆,不完全一样。 还有这将就? 她将两人都当成嫁妆了。 梁夫人不是和我见了你们几个,后天去她府里帮忙吗? 我和你们一起去。 云书哑然,她家小姐向爱不爱串门的。 怎么想着主动去梁家? 这些东西我不懂,梁夫人应该懂的。 就算她不懂,她身边也有的是上年级的婆子。 当时呀,我真该跳上几个婆子来的。 您还说,当时陈姑姑哭天抹地地要随您来,您都拒了,现在才后悔。 说到后面,云书声音小了些,话如初没有再大话,她总不能说自己是动了侧眼之心,不想让自己的奶娘受着奔波之苦。 林老了,还要换个环境生活,所以说她真是活该。 没两日,齐震又来了,告知了一声,双指和她爹娘已经脱奴籍,便匆匆忙忙地离开。 也不给话如初询问的机会,还是后来从阿佑那里得知,是公爹从中帮了忙。 对于那个一直对她存了善意的公爹,她有心让两父子多亲近。 可现在,难,阿佑已经是不孝,不能再让公爹背上不孝的帽子,时间还长着,以后总有法子的。 参加了梁夫人的宴请后,话如初便选着好日子,挑了好些轻壮,敲锣打鼓地将聘礼送去了。 婚期正式定在十二月初八。 至于陈金的婚礼,用话如初的话来说,那几十两银子就是了,时间过得飞快。 伴随着一桩桩琐碎时,日子转眼即到了十二月初八。 今儿,她先要送嫁,然后还要去齐安那里受新人的跪拜。 看着终日一身素衣的云书,灼上大红驾衫,美艳得不可芳物。 话如初眼睛红了。 一般丫头嫁人就是带夺眷花,不同之处不过是眷花的优劣。 可话如初却给云书准备了一身的风冠下培。 她想让人知道,她话如初嫁的不是丫头,是妹妹。 日后若晨天真有飞黄腾达的一日,别人也不能在这点上挑云书的词。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云书嘴巴微张,半赏无言。 她从没想过这辈子会有穿上这么一身的时候。 小姐,婢子,没资格穿这身。 谁说的? 我的丫头呢,就是比一般人金贵。 花的又不是别人的银子,用不着没出半分力半两银的外人操心。 话如初给她理了理凤冠,又道。 要不是女人非得嫁这么一遭不可,我真不想将你嫁出去。 婢子,你可别在这个时候和我说你不嫁了,也不怕被人笑话。 凑紧了她,话如初透了点底。 年后你故意呢,会向皇上自见外人。 眼周现在周末空置,其他官位也剩有许多没有增补。 她去的可能性很大。 你私底下和陈间透个音。 要是她愿意回她的家乡去,大公子会带着她。 到时,我们虽然还是要分开,可也比明明身在太远,却不能常走动来的好。 去了外面,我们就自由了。 到时,还不是想如何就如何。 从镜子里,对上小姐发着光的视线,云书重重点头。 不要说,陈间才从卫山县出来的时候,就说过有朝一日会回去的话。 就是没有,她也会让她有。 跟着小姐这么多年,不敢说学会小姐所有本事。 一成两成,总要有。 嫁人后,好好过日子。 我这里有这么多人伺候,你不用挂心。 更不要想着,是不是往我这里跑,对你不好。 陈间没有长辈压着,你一过去就要当家。 这好,也不好。 不用看人脸色过日子,自然是好。 可是你一个新媳妇,要撑起一个家也不易。 事实要注意,陈间得皇上看重,现在他还太年轻。 压着他磨一磨性子,以后总有爬上去的一天。 有些事上,不要被人拿了画饼。 想得长远一些,我没给你偏陪房。 过去后,你自己去找牙婆子买上几个,买得老是稳重的。 不要给自己后宅招货。 我让秦豪和翠宁带几个小丫头先过去给你撑撑场面。 等你妹便能撑起来了。 他们再回来。 小姐,这辈子怎么承受得起? 以后就不要自称奴婢了。 陈间虽然清贫了些,却也是个官。 你以后呀,也是官太太了。 这方面要多注意,不为自己,也要为陈间多想想。 你要是不想麻烦我太多,就赶紧多买下几个人来,到时他们就能回来了。 云叔有心懒然,却并不扭念。 轻轻点头道,小姐的话,我都记在心上。 就是嫁了人,我也不会给小姐丢脸。 面子只几惊讶,自己过好了是正经。 春雨穿着一身新衣,头上少有的用了全套的铜面首饰,满脸的笑意。 快步进来说,小姐,云叔姐姐,姐夫来了,大公子在前面陪客。 陈间底子太薄,手里那点银子又交给了云叔。 华如初不明有些担心,他将场面弄得太寒酸。 盲问,来迎亲的人多不多? 春雨连连点头。 多,姐夫来了很多同僚。 弟子进来之前,还听到姐夫向大公子道谢。 像是大公子支援了他人手。 原来,阿佑早想到了。 华如初莫名的心里多了点虚荣感。 一个男人将他的喜好全看在眼里。 看重他看重的人,在乎他在乎的人。 嫁人如此,是够他得意的。 去将喜婆叫来。 喜婆极有眼色。 在看出两人有话想说时,就自己退了出去。 华如初决定,一会儿赏他个厚实一点的洪风。 云叔突然起身,拖着沉重的凤冠侠佩在华如初面前跪下。 人浮了下去,云叔败别。 小姐的恩情,云叔一辈子不忘。 蒙小姐不弃,愿为云叔的娘家。 三日后,云叔回门,已有了个可去的地方。 云叔谢小姐万般维护之心。 话如初,成了他三个头,安他的心。 后将人扶起来。 以后见我,不要再跪了。 我们不再是主仆,是姐妹。 记住了吗? 是,云叔记住了。 喜婆姓秦,长得极为壮实的。 南朝风俗。 新嫁娘没有兄长的情况下,有喜婆背着上脚。 没有一把子力气的人,还当不了喜婆。 静静地站在一边,看两人道别。 心里又羡慕,又激动。 像云叔这样的命,天底下有几个。 原本不过是卑贱丫头,却有名成了官太太。 嫁人时,还能身着凤官侠配。 看那一太太的嫁妆,这完全就是小姐做派。 成了这装饰以后,她可有的弹子了。 走吧,别误了时辰。 是因为在文府发嫁,整个文府都披红挂绿,看着喜庆极了。 这之后,会有人诟病,话如初早有预料,也不放在心上。 她愿意为一个丫鬟致辞别人管得着吗? 要不是不想让阿佑没脸,她都想将人送到新房去。 云叔对她的异议,某些时候来说,甚至都超过了有薛言的姐姐。 在她还是个两三岁的娃娃时,云叔就到了她身边。 那时,她也不过五六岁,却已经知道处处以她为先。 让她练武就发了狠的练武,教她十字就牢牢记住。 只要是她说的话,哪怕她才那么丁点大。 说出来的话,就是爹娘都只是当她早会说着好玩的。 少有当真的时候,云叔却不,她会认真的全部执行。 为她东奔西走,为她担护,为她挨伐,为她做起偌大的琳琅阁。 她们之间早就不是一般的主仆了。 就如她说的那样,要不是女人非得嫁这么一遭,人生才完整,她不会让云叔离开她。 没了云叔,等于砍了她的一边臂膀。 以后再用人啊,得用成了亲的,去哪里都将她全家老小带上。 去了她的后顾之忧,让她安心为自己所用。 宋至垂花门,听着前院传来的隐隐喧闹,话如初想,没多久,锣鼓升起。 话如初叹了口气,反身回屋,装扮一下,一会儿还得赶另一场。 好一会儿后,文佑才进来,看着装扮一心已在软榻上发呆的妻子。 心下明白她心里正难受得紧,也不劝慰,问道。 我就穿这身过去可以吗? 话如初回过神来,看她一身促心的宝蓝色直居身衣,头戴玉冠,沉稳之余又显出了几分活力。 看着格外玉树临风,很好看,迎亲的人多不多? 挺多,她当差的衙门大多是年轻人,都来帮忙了,我看她们看到嫁妆时都很屈惊。 哼,话如初冷笑一声。 真心来帮忙的有,未必就没有来看笑话的。 一个官身娶了个丫头为妻,这让她们觉得高太一等了,说什么都没用。 我用事实让她们闭嘴。 文佑爱及她护短时流露出的灵力气势。 这让她想起她也曾这般护着自己,上前拉着她起身。 没人敢欺负她,放心,陈坚看着文弱,却是个倔心子,她认定了她,便不会更改。 不要担心,不早了,我们过去吧,别误了时针。 嗯,齐安的新宅子离文府不远,坐马车不过查产时间就到了,以后两边来往也方便。 文佑陪着华如初坐马车过来的,齐安去迎亲了,齐亮在门口帮着迎客,看到大公子的马车,忙和人道歉迎了出来。 大公子 回身再自然不过地扶着如初下来,文佑才问 客人多 齐亮点头 是,来了许多管事 至于是冲着谁的面子来的,大家都知道。 不过,有他们来给齐安撑炒面,双指的娘家人应该也满意了,一进的宅子不大,来客一多就更显得拥挤。 齐亮没有带他们去正厅,而是带去了三间正屋的最边上那间,因为位置的关系那里最是清静。 推开门,齐亮解释道 知道夫人您不但吵闹,这屋子是时都过的,您和大公子且在这里歇息,等迎亲的人回来了再出来不迟。 也好 华如初大感满意,笑了笑,道 你去忙吧 是 没让两人等多久,迎亲的队伍就回来了。 齐安亲自来,将人请了过去,再上手坐了。 华如初第一次坐了回高堂,位置是坐得高了,这辈分却高得让他别扭。 他才多大,居然就成人家的高堂了。 受了礼,华如初和文佑单独在屋里开了一桌,偶尔吃一次正宗的寄州菜,华如初也多吃了些。 双指还有个弟弟? 嗯 不知饼姓如何? 吃了一筷子的青菜,华如初道,他们已经从齐家托吉。 齐安跟着你,我打算用双指。 他的家人总不能置之不理,可如果不是饼姓好的人,我也不想用。 我让人去茶,再吃点饭。 吃不下了。 不合胃口。 华如初摇头。 不是,就是没什么胃口。 文佑没有再逼他。 想着回去后,让春玉再做点吃的就是。 此日,齐安和双指敢在文佑上朝之前便过来给两人磕头,受了礼。 赏了个厚厚的洪风,又将文佑送出门去。 华如初才强忍着喝钱将双指带去了内宅。 心里还不正经地想着。 来得这么早。 昨晚,他们根本没圆房吧。 双指,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 双指大喜过望。 最近,就像在做梦一样。 全家都脱离了奴迹。 嫁了一直在等的那个人。 其安又人心。 像爹娘小弟和他们住在一起。 现在,夫人又说要用它。 她从来没有觉得如此的心满意足过。 跪下,磕了三个响头。 双指一定用心为夫人办事。 你跟在老夫人身边这么多年。 办事的能力我很放心。 我这里呢,没那么多规矩。 不会处处拘着你。 具体要做什么? 云叔刚嫁出去。 事情我想重新划分一下。 你且先和夏妍他们一样,随掉随用就是。 是。 你才新婚,放你两天假,回去歇着吧。 是,奴婢告退。 等人一走,话如初躺回床上。 冥冥可睡得很,却又睡不着了。 将身边这些人想了个遍。 想来想去,发现能顶上云叔的只有邱锦。 他原本想让邱锦再历练历练。 现在看来,只能提前让他回来了。 至于绣坊交给谁? 到时再问问他的意见。 知道小姐要将自己调回身边来。 向来稳重的邱锦,激动得几乎要哭了。 再明白小姐放她出去的用心。 在偶尔回来的时候,看小姐和另外几位姐妹互动。 心里总难免有些不是滋味。 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放逐了一般。 有时候她甚至想,她不想那么有出息。 就一直跟在小姐身边就好。 现在终于得偿所愿。 整个人都有些飘飘然,疑似在梦中。 小姐,那绣坊让谁接受啊? 这也是我正在考虑的。 你那里有没有人选? 秋锦脑子里迅速闪过几个人影。 不行,他们还撑不起绣坊的门面。 弟子带出来的几个人呢,现在也就能帮着观观小事。 想要独立撑起绣坊,却还欠缺了些。 话如初突然记起了一人。 你觉得翠宁如何? 秋锦想了想。 秋锦想了想,若有所思的点头。 翠宁也沉得住气,也不怕事。 好好带一带,彼此觉得可行。 话如初却想得更远些。 明明她随阿佑外人。 绣坊总不能因为她不在就关门。 绣坊来钱速度快地远超她预料。 根本不愁眉生意。 一直以来就是生意太好。 翠宁要是留下,就得先将她的个人问题给解决了。 把人孤零零地扔在这里,她心里难免会东想西想。 成家了,心就定了。 只是这人选,得再想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